师傅在烤鸭表面淋上纯酒点火燃烧 火烤的滋滋声响起扑鼻接着准备片鸭 鸭肉油脂丰富皮薄带点微脆 拼装上桌这道火焰樱桃鸭是顶园全鸭房的招牌菜 另外还有这道 师傅熟练制作汤包顶园全鸭房 今年获得米其林餐盘推荐 但在台中却没有一家中式台菜餐厅专心 也让业者感到可惜 中菜的话你看也是做得很精致 然后味道也是很鲜美 但是米其林餐厅呢 它比较着重在西式的餐点 我觉得这为中菜有点抱不平 也有点可惜 我觉得中式料理完全有资格可以去上榜 香港经典老菜 湘门豆草西施牛 也是鱼越楼的必点菜色 店家于2016年创立 兼具美食美景融合高档海陆食材的顶级粤菜 更是中台湾镇商名流 艳客首选 这回却意外落榜 觉得可能在也许疫情打乱了很多节奏 台中的中餐厅其实它的潜力非常强 而且在出品的品质来讲 也都不会亚于其他的地区 台湾的烘焙一点都不输给台北 我说这个城市很有趣 你绝对不会让台北专美于前 没成功摘心 除了鱼越楼 还有金月轩名人坊 扇心面廊 多家中式台菜月菜餐厅 同样获得米其林餐盘推荐 却无法夺心 期待明年台中的中餐厅能大放异彩 记者连缘兵陈思源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